如果制作那个图表的部分的话 那当然我们在还没有绘制这个 把那个外汇的资料绘制之前 我们先用一个简单图来跟各位做说明 因为其实你要绘制那个图的部分 你要先至少你要了解 如何在Excel里面绘制这个 这个这个图的部分 怎么样在 Excel里面产生你要的这个这个图 那第一个的话呢因为我们要练习 所以我 我们这边有一个资料 那资料部分的话请各位 第一个也许 就模仿向底下这个图 位置我把它放在B2的储存格 所以你请你把这个云端上面的资料把它 选取之后按Ctrl C 然后把它直接贴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地方 贴到B2的位置 就模仿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的这个资料 那当然贴上的话也许可以只要什么 只要 原始资料 符合目的地的设定 让它恢复成只有资料 然后也许如果你想要让它变漂亮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常用里面的 表格吧 也许把它画一个框线 用那个所有框线把它绘制一下 那我们有一个 这个 资料之后的话 如果 当然这个资料这样看 其实也是看得出来 只是说呢如果 你希望人家一目了然 马上一看就知道说这里面到底销售量哪个地方多 哪个地方少 能够更直觉的话 有的时候看数字没办法那么直觉 因为看数字有时候还在转换一下 哪个多 最多在哪里 最多在台北 最少在哪里 那你可能有时候 最多跟最少 或者是中间值 你可能还要再做判断 虽然还是可以判得出来 可是问题 其实就没有那么方便 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要让人家很直觉的可以 知道 多跟少 有时候数字还 蛮难 去表达 的 所以呢建议是什么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图的部分 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把它 变成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图 绘图功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再来我们需要什么 可以利用呢插入里面有个插入那个图表 的功能 那这个图表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了这边的话一堆图 有没有 所有的图这些这么多种 当然了一般用的比较多的还是比较基本图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还是把 这个重点放在如何绘制一个基本图 把那个 一个 数字 呈现的资料 把它变成一个 视觉化 或者叫什么 图像化 所以现在好像还蛮多课程 都跟这有关系的 希望怎么样 如何把数字 快速的 变成一个图像化 让人家溢于 一下子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 资料的 数量 多跟少 那只是说呢我要怎么样利用这个插入 图表功能来完成 那首先 请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个 那如果你要给资料的话 你要做成 图表 第一个的话你要先怎么样 把范围先选取 那选取特别注意 对啊 假设说我今天用的是 最常用的 比如说像什么 最常用到像 直条图 好了 我们现在先不要用太复杂了 那直条图里面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能够 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的结果显示出来的话 那你会发现 他这个新的功能 这个2016的功能还蛮强大的 等于你选 特别说选的时候一定要选 包含什么 B2到C9整个范围 选完之后的话呢 你再到插入的这个 图的部分选择直条图 那你会发现 当你游标才放上来 他这个地方就会有个预览 让你知道 长得是不是像这样子 OK 而且马上帮你把图给画出来 你会发现 这个 本来的那个数字呢 马上变成 他的 形状 这个 那 你可以就是 不要点击太好了 比如说把这个资料给点击了 OK 那另外你把它移动到这边来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可以马上帮我绘制出一个图出来 你可以把它放大或缩小 甚至你可以按右键 可以再把它移动到 移动图表 另外再把它放在一个 工作表里面 OK 那我们先把它放在同样的位置好了 那首先的话你可能需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这里面的话 它每这个图表 里面的哪些的元素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说我要增加什么或减少什么 实际上你还可以再做一些变更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当然我们要画个图之前 一定要先知道它的 资料的来源 所以 它为什么可以马上帮你绘制出来 第一个就是资料来源 但是呢 它资料到底用了哪一些 哪一些资料 怎么去安排 它放置的位置 所以首先按右键 你可以在这个图上面的按下右键之后的话 选取什么 这边有个功能 在这个图上面你把它按右键 它这边有一个叫 选取资料 也就是说你 资料到底它 帮你 从这个范围里面 抓哪些资料过来 然后怎么产生的过程 这个才是中间的重点 因为很多 像Python 它也是 如果你要画资料图 它就不是 用滑鼠键盘可以完成 它就变成说要程式 那程式的话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属性 属性的话 其实就是 你要完全了解 你才有办法 画出来 OK 那我们大概彻底了解一下它到底怎么完成的 首先第1个按右键 你可以选取资料 那你会发现 其实基本上 在那个 ECL里面绘制图表 它第1件事情就是 它要知道说你的资料从哪边来 然后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水平的 一个当然就 相对是垂直 不过它不叫垂直 它叫数列 数列的话 在英文名称叫Sereo OK Sereo OK 那 水平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 就包含哪一个位置 所以你会发现 水平标签 当然如果你把它编辑 底下有个编辑 它跟你讲说 你的范围在哪里 在分店下面 所以从 B3到B9 OK 那这个 B3到B9 所有的水平作标 就是把它怎么 把你这些资料 把它分布到哪里 分布到它的水平 水平就指的是这个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Exo OK 所以Exo的话 就是它的水平的部分 一般叫Exo 按确定 你就可以再把它展开 当然以后如果你要换的话 可以直接从这边做变更 接下来的话 所谓的那个数列 数列指的就是说你要放什么资料 在这个水平轴上方 这个当然相对的就是Y轴 Y轴部分 Y轴部分就是数列 就是它涨多少 比如涨第1个 第1个放什么 第2个放什么 第3个放什么 有没有 它会根据什么 根据每一个 每一个水平 只要有一个 它就把一个数列放进来 一个就放一个数列进来 然后呢 但是放进来的话 它不是用 它不是用数字表示 它是用 画一个 有没有 画一个图出来 所以它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你丢一个 430 它就在第1个台北的 这个 Axl的位置 这个Axl的位置 长出一个430的 这个图块出来 OK 然后换下一个 360 就换下一个 图块 以此类推 OK 所以 然后未来 你们如果假设选错 的位置的话 你可以按编辑 那你会发现 这个编辑数列的话 跟刚刚水平不太一样 水平的话只有一个格子 但是这边的话会多个格子 什么格子 就多一个上面的名称 也就是长出来这个东西 到底要叫什么名称 有时候它把它拿来当它的 Title 数列的话 就是C3到C9 所以会比水平又多一个值 一个叫Name 有没有 名称 一个叫Value 就是里面的资料 大概有概念吧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 其中一个储存格 应该是不会被用到 这一个 这个不会被用到 但我们刚选的时候有选到 可是他没有 没有把它拿来用 OK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把这个数列放进来 然后做一个分布 所以取消一下 OK你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然后未来 假设你要再多一个项目进来 可不可以 OK第二个 你可以再把它新增 比如说销售呢 这个销售是 109年 如果108年的 你可以再加一个栏位 还可以再把它画出复合图 OK那怎么做 待会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我这边 就可以把它取消 好 然后里面的话 第一个 我们知道说 他怎么把资料放进来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刚刚是用什么 用所谓的那个 插入那个 直条图 但如果你将来 希望把它变成 别的图形的话 你可以再按 滑鼠右键 直接在这上面 按右键 然后找到什么 变更图表类型 刚刚是什么 选取资料 变更图表类型的话 你甚至可以画 这边直条图 当然它有很多种类型 有没有 你甚至可以 自己去看预览一下 或者把它改成 折线图 折线图的话 当然有 还有分层有节点的 像这个 这样 这样看起来 好像没有刚刚的好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怎么 按右键 变更图表类型 然后可以把它改动一下 圆形图的话 就是一个百分比的概念 哪个多哪个少 不过圆形图的缺点 就上面没资料 有没有 你也不知道说 到底哪一个区块是哪一个 所以通常 如果你要做成圆形图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圆形图按右键 然后呢 增加什么呢 它的 它的资料 它的资料标签 所以通常会在上面 显示资料标签 所以呢 通常 如果你把它改成圆形图的话 那你可以新增 资料标签 然后并且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在 选择新增标签 那它会把 预设值的话 它会把这个标签 这个哪个 这个数值 带过来 有没有 可是问题来了 想说老师 我不是要这个数字 我希望看到的 效果是 可以把 到底分裂哪一个 在哪一块 这样比较重要 第一个 第二个 每一个 占比百分 因为一个圆形就是百分之一百 那每一百 给其他分掉的比例是多少 所以百分 所以可能我不是想要看到 上面的数字 而是希望上面 到底哪一个分店占比多少 所以怎么做 其实第二个 如果你把它改成圆形图的话 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在哪里按滑鼠右键 在任何一个数值上方按右键 你可以什么 把那个 因为按右键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有一个 叫做资料的标签格式 请你怎么样 把这个 这个标签格式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特别注意 按右键 就会出现什么 这个标签格式 如果你想要改成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改成叫 类别名称 有没有发现 类别名称打勾 这个时候 类别名称打勾 这边他就把你的这个 水平的 这个水平就是类别名称 帮你放过来 OK 如果树列名称的话 当然就是上面的数字 树列就是 树列名称的话 就上面这个名称 我们不是要销售 如果你将来需要销售 这个名称的话 你可以把它打勾 另外的话呢 原来是放直 把直打勾取消 如果你希望把它变百分比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这边不是有百分比 百分比就出来了 有没有 OK 那 另外还有一点 一般习惯是 把这个 他这个标签 一般他放里面OK 不过有的时候 放里面有个缺点 像如果他的 底色是浅色的话 台北这个OK 可是如果他的底色 比较深 像新竹 然后赤的颜色 又是深色 那变成怎么样 看得很痛苦 有的人其实眼睛不太好 那边看半天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还有个方法 你可以把这个标签怎么样 把它放在外面 几个方法 好像按住 拖拉也可以 要不然还有个方法 就是把这个 资料标签格式 把它移动到最下面 把它改成什么 把这个改成标签位置 预设是自动调整 把它改成什么 终点外侧就可以了 什么叫终点外侧 把它移到外面来 帮我移到外面 OK 所以你选这个 终点外侧 有没有发现 他就帮你把它移到外面来了 OK 所以 假设 我们基本要了 因为你如果不了解 这些相关的 设定的话 你要把它变成自动化 那是有问题的 那像那个 POWER BI 它实际上就是说 它可以快速帮你把各类的图表都快速画出来 并且帮你定位好 可是我是觉得 这个功能 如果用VBA来做 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 你会写程式的人 甚至你都可以不用POWER BI 你刚才自己来弄就好了 因为POWER BI有个缺点 就是它里面没办法写程式 也就是它如果 它有点像固定的套件 它有那个功能 就有办法做出你要的效果 但是如果刚好呢 你的功能是希望比较客制化的话 很抱歉 你就没办法做出来 那怎么办 那你可能就需要 用像类似VBA的这相关功能 只是说 你要写VBA之前 你有必要怎么样 先了解 至少啦 你不要说你那个 图的相关功能都不太熟悉 那你根本不可能说 要把它再把它变成VBA了 OK所以第1个 先大概试着了解一下 那我刚刚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 所以我把这个资料 放在云端上面 这边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把这个资料 把它摆进来 那当然你们 先了解几个重点 第1个 就是它资料怎么来的 选取资料 我刚刚做的是把这个 全选 然后就是插入一个 图表就出来 那你可以再观察 第2个的话 变更图表类型 我们可以先用直条图啦 或者你可以再另外 再插入一个 圆形图 那如果你要做圆形图的 它比较重要 就是说它可以 做出 一个 整个TOTAL的 百分比状况 分布 OK 那只是说 你必须要 再把那个 相关设定做出来 OK 那你就可以看出 这个销售了 但还有没有其他的用 比如说上面的标题 可不可以变更 可以 应该放哪个位置 像这个上面还有个结构 哪些资料该怎么放置 OK 如果你可以放置得很OK的话 那我想这个画图 就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那因为现在各行各业 好像有一个 很重要的趋势 好像大家就希望把那个 原来的报表 自动变成图表 而且要快速的 有没有 以前是希望大量 自动产生报表 现在是希望大量把 报表自动变成图表 然后自动 可以秀出 从不同面向可以观察 这个公司的业绩的变化情形 比如说比例的话用圆形图 如果趋势的话用折线图 或者类似用趋势图 或者可以 去观察他的那个什么 再去 观察他未来的趋势走向 甚至是他的数量 你可以用直条图 这部分请各位 先收集一下 最后如果想把什么 销售向最后 如果想要把这个圆柄 有没有 某一个区块最大的 把它凸显出来的话 可以爆炸 什么爆炸 点一下这对吧 点一下圆形图 这个区块 再点一下这个 你要爆炸出来的 你可以再点一下 再把它拉出来 他就可以OK了 有没有 甚至你可以什么 把他每个都把他用不同的爆炸情况 每个都把他上不同颜色 其实做出来我觉得会蛮活泼的 也就是说 大部分人家看到数字 就头晕了 但看到图就感觉很亲切 所以你当然 有的时候你要用数字来说话 尽量还是要做得友善一点 千万不要把一堆的数字丢给人家 你看这个数字 很多人说真的 拿那么多时间去了解数字背后的意义 可是看到图就感觉亲切很多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跟各位讲一下 不是说只有Excel可以做这件事情 Python还有像R 这些都是他们的专场 只是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我后来发现 就是 刚刚讲的那些工具 都要写程式完成 而且你都要知道说 每一个程式的物件 它里面的属性跟它的方法叫什么名称 你才有办法把那个程式写出来 但是Excel的优点是说 你都可以用滑鼠键盘 可以把功能叫出来 那以后如果你要把它写成程式 你也可以把滑鼠键盘的动作 对应到哪一些属性跟方法 把它写到VBA里面去就好了 所以待会我们要把 这些动作全部怎么样 再用VBA做一遍 也就是一键就画出我们要的图出来了 OK 像刚刚那个直条图 如果你希望一键就画出来 怎么做 或者圆形图一键就把它画出来 就是说你直接按个按钮 图就出来了 那这样该怎么做 跟各位讲一下 这部分其实非常重要 但是你们可以Google一下 网路上可以查到的资源真的很少 OK 所以很多东西是要自己试出来的 所以很多东西你想说 老师你怎么写出来 每个每个都要去试 它的对应关系 你就要知道说哪个地方 什么改 改完之后如果用程式来表现的话 那该怎么表现 OK 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功能还蛮好的 以后你只要报表做出来 然后自动的话 最好自动报表 自动图表 自动 甚至还可以呼叫PPT 自动把这些图丢到PPT里面 然后以后老板 你就丢给老板 老板就有PPT 然后老板要去报告的时候就很开心了 因为上面的东西全部都有了 甚至好处是说 马上要改变一下 你的资料又改变了 没关系 老板你资料再重新给我一下 然后我就马上帮你又变出 一个新的PPT出来了 那他就觉得 哇 好赞啊 每次都不用再重新再来一遍 不然有些事情真的要做还蛮花时间的 但如果你把这一整串动作 全部都做成程式的话 其实会大大的节省你很多的力气 OK 然后你才有办法有心思 把时间花在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面 不然很多人每天光被这些 这个资料处理上面的这些工作都已经绑死了 你哪还有心思去想 还有其他的 如何让其他的事情变得更好的 这些相关事情 OK 所以如果你要 抽离更多的时间 然后更有这个效率的做事情 这当然有绝对的必要 而且这个趋势应该是不会减缓 OK 虽然说疫情关系 好像大家会慢慢慢一点点 但你会发现 这种趋势啊 资料的增加速度 绝对不会停下来的 而且只会越来越多 像我刚刚提到 像YouTube上面的影片数量 那已经天文数字啦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做事情的方法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话 你会发现你会很辛苦 因为事情永远做不完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绘图的部分 先稍微了解一下